既能装到包里又能骑行 其实一秒充气就能完成变形 中国制造的折叠充气电动车卖疯了 上班通勤舒适省力 性价比200% DB4记者不信试驾后彻底懵了 那这款折叠充气电动车性能究竟如何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近几年中国在一些高端技术领域是非常厉害的 甚至在某些领域一直位列世界最前列 如新能源制造业以及新材料等等 除此之外 中国在创意设计方面也是让人眼前一亮 偶尔还能搞出些黑科技出来 这部又有中国公司弄出来了一款便携式充气电动车 让人不得不佩服 便携式充气电动车是由武汉大学实验室 和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发的 这就是最新型的便携充气电动车 你能想象吗 这款便携充气电动车能像充气垫一样折叠后放在背包中 方便携带 并能随时组装 需要使用食指需要拿出来 用充气泵或者打气筒充气后 就能变成非常可爱的电动车 整个电动车是由扶手杆 转型系统 电池组 充气时车身 充气阀门以及四个车轮组成的 作为整个电动车最主要的驱动系统 马达被巧妙地安装在车轮内了 车身全部使用的是一种由植物与树枝复合而成的低针植物材料 这种材料的特征是在充气后能够足够坚固 承受一个人的重量完全没有问题 同时这种材料还非常的柔软 这也就非常有利于折叠后携带 电动车底部安装了只有一本书后的电池组 重量有5.5公斤 充一次电就能续航16公里 要想电动车身保持平衡 就需要内部的气压超过41千帕 才能正常行驶 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 即便骑行者体重达到了80公斤 充气车身也能承受得了 并能正常行驶 因为整个车身和坐垫内部都是充气的 所以驾驶者坐在上面也将会是非常的舒服 当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时 可以从背包中自取 快速方便地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 位旅游业也可以带来极大的好处 人们将更加灵活地到达不同的景点 减少过长的步行距离带来的疲劳 这是目前研究出来的第一款充气式便携电动车 也就是初级款吧 后来又开发出了更高级的 可根据人体身高 坐姿来定制出最适合你的一款便携式电动车 这款便携式电动车所使用的材料 与初级款都一样 但它结构更复杂一些 是由不同的七块充气部件组合而成的 首先需要驾驶者在设备前 通过一套交互式设计系统 只要做出自己最舒服的骑行姿势 就能够通过扫描 让电脑软件获得各项数据 从而计算出最适合的电动车部件尺寸 还可以选择自己偏好的颜色 从而实现定制便携式移动交通工具 在此这实验的时候 BBC记者也在当场进行体验 并且还表示 中国在新型研发领域已经走向了世界前列 根据现阶段研究发表 便携冲击电动车最初是以短距离旅行 以及频繁水为发响 目前最大行驶距离为1.6公里 总重仅5.5公斤 虽然成绩不尽理想 不过研究团队表示 处于圆形阶段的便携冲击电动车 会朝向更大学航力发展 同时重量也会更轻盈并兼顾安全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电动车是由小型无刷电机和锂电之驱动 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 充一次电可以工作一小时 尽管整个车身和轮子看起来 大小与普通电动车差不多大 但折叠后的总重量也只有9公斤 传统的燃油车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 如今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人们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但这几年新能源车已经突起 受到很多人喜欢的同时 也开始蚕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 但新能源车无论是加速还是续航 和燃油车都有不小的差距 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青睐 就是因为以电为动力会比较环保 这也是新能源车最大的优势 但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不一样 燃油车如果没有的话 只要找个加油站过几分钟就可以了 但新能源车的充电桩明显就少得多 而且充电时间也很长 非常不方便 基本不敢用它跑高速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迫切想要找到一种 既环保又方便小巧的交通工具 这也是很多机构研发的方向 中国研发的便携充气电动车应远而生 这家科技公司是一个专注于研发区块链 量子技术以及量子互联网的十多人研发团队 旨在快速研发和投入使用 现在不管是什么产品都在向着小型化和便携式方向发展 而你见到过的电动车是什么样子的呢 笨重而且超大 中国最新研发推出的便携式充气电动车 开创了个人交通的新领域 舒适 便捷 轻便的优点 让每个人都能获得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短途交通工具 那么这样的车子是否能够保护人类呢 有关安全性的问题 研究团队也表示 柔软的充气车体能在意外事件中保护行人和骑士 创造出人类与交通工具的全新关系 便携充气电动车的可行性受到了广大讨论 现在仍处在研发阶段 目前推出的仅是样车 研究团队计划调整设计细节 使车体更轻盈 及增强轮胎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的耐用性 另外 也要测试在意外中 便携充气电动车是否真的比较不易造成电动自行车骑士受伤 自打便携充气电动车的宣传影片上传网路后 有人疑惑女主角只是从背包拿出尚未充气的车体 却没有轮子等其他元件 故而对整台车子能放进背包的说法并不确定 影片中还看到要充气就需使用插电的打气机 而便携充气电动车没有脚踏板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此外 这个便携充气电动车不能带人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对于身材较胖体重超过80千克的男士同样很不友好 就不解决这些问题大范围推广就显得不太可能 最后一公里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这主要是指现在很多城市中 办公地点和地铁站 公交站还有一定的距离 而这一段距离一旦达到一公里左右 那么走路又太费时间 坐公交或打车又很不划算 所以最后一公里是很多上班族存在的困扰 而以前有很多模的电动三轮车为这些上班族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我们迎来了共享经济 从最早的共享单车到现在的共享电动车 成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非常有效的方法 而共享电动车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那就是公共交通不受自己的控制 使用用户需要共享电动车的两个问题 那就是用车难找 用车涨价的问题 今年以来 多个共享电动车企业相继提出涨价 毕竟共享电动车和我们的公交车并不一样 共享电动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利 网上就有网友算了算 涨价后的共享电动车的盈利 每小时七块钱 而这种共享电动车如果不算电池 基本上一千不到的成本 只要每辆轮寄到一百个小时以上 那么车的成本就赚回来了 所以 共享电动车的目的不是共享 而是赚钱 而一个用户 如果一天用两次 那就是五元 一元基本上就完全购买一辆属于自己的电动车了 赚钱其实是无可厚非 毕竟任何一家公司都是这个目的 即使涨价很多人还是能够接受 但是我们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很苦恼 因为上下班往往是用车最为集中 没车可用 找车很难就成为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往往迟早就在乎找车的瞬间 所以 无论是性价比来说 还是便利程度 其实拥有自己的一辆交通工具是最方便 不过汽车太贵 还要面临停车的难题 而电动车对于远途来说舒适性又很差 所以 找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交通工具还是非常有必要 对于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其实各国都有在研发比较小型的交通工具 比如 各种形式的电动车 虽然这些电动车都不太可能成为主流 不会替代了我们现在主要的交通工具 不过 它们的出现 其实可以丰富我们道路交通工具多元化 也给了用车需求的人更多的选择 毕竟户部产品越多 那么消费者才能选到更符合自己实际需求的产品 所以 还希望这些交通工具越多越好 如今 这种冲击电动车为未来的交通工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 希望它们的技术不仅能潜在地改变人们乘坐交通工具的方式 还能改变人们工作 生活或享受的方式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来自行的电动车为未来的交通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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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